下面来关注 今日在北京街头 一名疯狂男子 当街砸车并裸奔 这名男子异常的举动 引得进入主路的车辆纷纷绕行 可公交车体积太大 躲不过去 结果被这名男子拦了下来 他把自己背上的书包 还有衣服后来都脱 你明显是脱脱了 对 把那包换在那个 刷上边的 一开始 这名男子只是堵着路口 不敢让他 可没过多久 他又开始了 更加疯狂的举动 我把包换在这边 东西都让我拿 自己的皮带解开了 把皮带解开了 对 用这皮带砸这公交车 哦 把这边砸掉了 对 你不得砸 那你把前前党部 这砸碎了 接到报警后 西城公安分局 西外大街派租所的民警 立刻赶到现场 你敢拿我这包呢 这车是赶走 人呐 人呐在那 人呐坐着来 此时 砸车的男子 只穿了一条内裤 跑到了一百米外 又拦住了一辆轿车 看着 啊 啊 我要走 我要走 我们接近后 发现该男子 会是很大的酒味 然后 然后胡言乱语 就是神志不太清楚 昨天是 干嘛 这是谁喝酒的 自己忙 喝了我 两个多一点 能喝我 喝不了就好了 那昨天自己 喝什么呀 自己 由于吴某的行为 干扰了正常的交通秩序 同时又损坏了公共财物 目前吴某 因涉嫌寻衅滋事 被西城警方刑事拘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